周末露营救了几个迷路女女友 事后领队却造谣我灌醉她 企图猥亵 引发网报 单位开除了我 女友也提出分手 我找领队理论 她却称闹大的虚人背锅 还说我多管闲事 再说了 不说你猥亵 我们会有这么多粉丝吗 谢谢你啊 天真大哥 一时间只觉得眼前一阵血运 再睁眼 周围弥漫着烤肉的香味 原来我重生到了救他们那天 这次 我决定不当农夫 领队 我们到底走哪条路 再这么下去 大家都得死在这个荒郊野外 领队 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滴血糖 再不吃东西 真的会要命 我一边烤肉 一边跟朋友闲聊 顺着声音 不远处昏暗天空下 好几个配备专业设备的人 在互相指责 我低头看了眼 炭火熊熊燃烧 红的透亮 霹雳啪啦的响着 烟熏的我眼睛发酸 忍不住接连咳嗽好几声 我又用力掐了掐胳膊 尖锐的疼痛瞬间布满全身 原来不是梦 是真的 原来我真的重生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时间头痛欲裂 上一世 听到争吵声后 善良的我第一时间上前了解情况 得知他们大半天没吃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 把刚烤好的肉分给他们 我们带的饮用水不多 我拿出几罐啤酒给他们解渴 领队白茉莉说 自己手机坏了 用不了导航才发生意外 我不假思索地 拿出备用手机借给他 白茉莉自责羞愧 说身为领队对不起队员 对我一直表示感谢 并合影留念 他说要写一封感谢信发到网上 可我没想到 没等来感谢信 却等来了颠倒黑白 铺天盖地的网报 周一刚到单位 就听见同事们对着我指指点点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以前我还以为他人不错呢 他不看新闻吗 这个时候 难道不应该被警察抓走吗 我赶紧打开手机社交平台 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 吓傻了 万字血书 全是对我的恶意指控跟污蔑 跟白茉莉的合影 被恶意辟图成猥琐难 当时我带着几个队友正在返程途中 忽然跳出来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非要逼着我们做那种事 我们不从 那男人就开始利用 说自己有好吃的好喝的 还有满格的充电宝 当时天色已黑 我们的手机全都没电了 又冷又饿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这是我们几个姐妹的血书 血书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懂吧 白茉莉的小作文字字珠基 字字都想置我于死地 我彻底傻了 任凭我如何生死力竭解释 都无济于事 锦号渣男以救人之名 趁机猥亵锦号的词条 更是瞬间冲上热搜第一 恶臭垃圾男 赶紧滚 这种人难道脑子里 只有黄色废料吗 赶紧把他跟垃圾一块活埋得了 慢慢的 他们开始人肉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这种垃圾居然还有女朋友 早分早解脱 还留着过年吗 流量博主驾着长枪短炮 在单位门口堵我 往我车上颇大份 他们把指责我的血书 寄到我老家 告诉我妈 我是人渣 我妈一气之下 突发脑溢血而亡 单位为了避免麻烦 把我开除 女朋友不堪重压 跟我分手 我受不了打击 精神失常 成了别人眼中的精神病人 终日里 穿着一件军大衣 游走在大街小巷 某天 一拨三折 总算见到了白茉莉 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小小领队 而是开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成了女老板 再次见到她时 她提着爱马仕 穿着Prada 一双恨天高彩的搭搭笑 她很不耐烦 这是闹大了 总得有人背过 你一个大男人 被人骂几句 又不会少块肉 我几乎要疯了 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背这个锅 她满不在乎 谁知道你有没有不良企图 不然为什么给我们啤酒 况且 我们也没说让你们救 是你自己多管闲事 这是怨不得别人 我现在火了 不说你猥亵我们 会有这么多粉丝吗 谢谢你啊 天真大哥 一时间胸口秃秃的疼 在睁眼听见前方的求救声 我一声冷笑 把音乐开到最大 这下好了 什么杂音都听不到了 好吃的烤肉来了 别人是死 是活管我屁事 刚到家 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是我女朋友 我欣喜若狂 你怎么在这儿 现在不应该在单位吗 女朋友神秘一笑 眼中闪烁着脚下的光芒 怎么 不欢迎啊 还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不会背着我 见其他女生了吧 我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 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 不是不是 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 女朋友上前拉着我的手道 逗你的 看把你吓的 以后我都不会离开你了 我申请调回来了 我兴奋地抱着女朋友转圈圈 前世 女朋友不堪忍受我猥亵男的恶名 跟我选择了分手 女朋友不是贪图富贵之人 但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 让她实在难以承受 你们看 这就是那个猥琐男的女朋友 这样的男的居然还有女朋友 这女的怕不是瞎吧 居然找这种渣男 姐妹 你要留着这种渣男过年吗 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这女的也不是啥好鸟 她们造谣的速度远远快于我辩解的速度 我累了 身心俱疲 我原本以为我会跟女朋友顺利结婚生子 像千千万万的幸福的家庭一样 但最终变成奢望 吃饭了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思绪被打断 女朋友说着 已经把一块排骨送到了我嘴里 看着眼前这个心爱的女人 我一时哽咽 差点呛爆 女朋友看我表情异常 忙上来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 我一把抓着女朋友的手 将她搂在怀里 傻丫头 真的很好吃 只是一想到我们以后可以天天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 女朋友一脸娇羞 看你那傻样 跟我在一起 有那么开心吗 真的很开心 我在单亲家庭里长大 父亲的不辞而别 曾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 也充满了不安全感 是女朋友的出现 像一束温暖的光 让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可以相信爱 前世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我应该早跟女朋友结婚了 我已经无数次畅想过 我们的幸福未来 可这一切 居然被几条恶毒的舍毁了 这一世 谁也别想夺走我的幸福 可事实证明蛇 不但恶毒 还很狡猾 周一一大早 我刚到单位 同事们便对着我指指点点 那一道道异样的目光 犹如尖锐的盲刺 扎得我浑身不自在 就如前世一样 我正在那门为什么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小张 提醒我看手机 点开一看 热搜第一的词条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警号一名女女友在返程中 突发疾病去世 警号 附图里的万字血书小作文 更是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 一刹那 我全身止不住颤抖 前世 就是这样一篇颠倒黑白的小作文 将我的生活彻底摧毁 除了小作文 跟前世一样 还有一张远处放大拍摄的 我在烤肉的照片 我平住呼吸 握紧拳头 双眼死死盯着小作文里的内容 她明明可以选择伸出援助之手 却视而不见 对她而言 明明只是举手之劳 却充而不闻 她有时间烤肉 却没时间救人 请问 这样的人能叫人吗 不到半天功夫 神通广大的各路网友 已经把我人肉搜索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我傻眼了 看来 不管我就一祸不救 都改变不了被网爆的命运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白莫莉已经带着一对人马 气势汹汹杀到了我单位 她毫无顾忌绕过前台 直接冲到我面前 立声质问 李亮是吧 你没想到 我还活着吧 你见死不救 还配当的人吗 见领导过来 更是义正词言 搬弄是非道 你们公司就招这样的员工吗 毫无道德 冷血无情 你们的产品谁敢用 指不定出什么问题 说完 她哽着脖子 怒目言争对我吼道 你踏马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 简直是故意杀人 你没有妈妈 没有姐妹吗 不是女人生的吗 这下全国人民都可以指责我了 都是因为你 我成了众矢之地 我跟你势不两立 这强大的狗屁逻辑 还真是荒谬绝伦 自成体系 白莫莉 这名字跟她丑恶的嘴脸 简直踏马的绝配 我怒不可遏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发誓这次 要是再给她机会翻身 我就是孙子 怒火中我一个箭步冲上去 像老鹰抓小鸡一般 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紧接着扬起手掌 以疾风咒语之势 在她脸上狂删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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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说一个怪我 我就狠狠地挥动手臂 用力赏她一巴掌 打得手疼 我甩了甩发麻的手 就在这时 女朋友突然杀了出来 她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 精致的脸庞 因为气氛而微微泛红 女朋友嘴角一勾 邪魅一笑 挽起袖子说道 亲爱的 薅头发 扇巴掌这种事 还是交给女人比较好 话音未落 她一个猛冲上去 伸手一把死死抓住 白茉莉的头发 然后敏捷地抬腿一胯 骑在白茉莉身上 啪啪啪地照着白茉莉的脸 就是狠狠一顿猛抽 白茉莉捂着脸 气得双眼圆瞪 双脚乱灯 恼羞成怒地吼道 你是从奶冒出来的 全敢打我 不等她把话说完 女朋友又是一记 响亮的巴掌扇过去 并且冷哼一声 我打不死你 自己的问题怪别人头上 竟敢造谣我男人 我就让你知道 造谣的代价 白茉莉彻底抓狂了 她张牙舞爪 想要扑上来撕扯 可她那点本事 在此时的女朋友面前 根本就是以卵击石 女朋友的双手像阴爪一样 一抓 二挠 三掐 四拍 动作一气呵成 下手又快又准又狠 没一会儿功夫 白茉莉就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彻底败下阵来 她躺在地上 手脚胡乱挥舞 顿时发出 杀猪般的凄惨叫声 她的双手拼命 拉扯着自己的衣服 头发凌乱地像个鸡窝 脸上布满红痕 身上到处是抓痕 整个人心如疯子一般 我记住你们了 你们等着呀 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了 还没等我开口回怼 女朋友直接拿起 桌上的擦桌布 一个箭步向前 今天心情好 还给你留条命 哪天再让我看见 你在我男人面前蹦的 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惊呆了 印象中的女朋友 一向胆子很小 从不与人发生争执 可此刻 她却如此勇猛无畏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凶悍至极 难道 怕事态恶化 领导带着保安上来劝阻 领导年纪虽然不大 但做事稳重 人品正派 颇受大家敬重 见领导来 本对我指指点点的同事 立刻掩气息鼓 领导对我有知欲之恩 前世 要不是迫于舆论压力 她也不会开除我 后来我出事后 也是她一直给我妈寄生活费 看到她来 我跟女朋友都收了手 想必你就是 今天热搜上那个女领队 如果你对我们公司产品有意见 欢迎监督 如果对我的员工有意见 请拿出证据 不然就是诽谤 当然 单位是工作的地方 不是造谣八卦的地方 白莫利剑领导 这副刚正不恶的态度 瞬间像个扎毛的斗鸡 双手插腰 又开始发疯撒泼 你就是死鸭子嘴硬 说得冠冕堂皇 不就是怕公司受影响 包庇自己员工吗 我回头就去举报你公司 我就不信了 你们能经得住茶 我一定要让你们破产 白莫利一边说 一边挥舞着手臂 现在经济那么不景气 我们公司却能在行业内 一支独秀 大家都很珍惜 现在的工作机会 听到她说 要搞垮公司 其他同事纷纷翻白眼 双臂抱胸 心里都认定了她 才是那个不可理喻的奇葩 见自己在单位占不到便宜 白莫利又把矛头 转向我跟女友 我不管 反正你们把我打成这样 我要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说着 白莫利已经气急败坏地 掏出手机 手指快速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不一会功夫 两名警察便赶到了 其中一名警察 双手插腰问 谁是刘静 刘静是我女朋友 警察同志 我是刘静 是我报的警 这个女人带着好几个人 上来殴打辱骂威胁我男朋友 我正好路过 趁机报了警 女朋友向前一步 女朋友双手紧紧握拳 眼神坚定而锐利 白莫利一脸惊愕 满脸不可置信 跺了跺脚 警察同志 明明是我报的警 你看他们 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女朋友清了清嗓子 双手抱胸 不仅不慢刀 白女士说得不错 打她确实不对 可如果是正当防卫呢 另外 白女士未经允许 将不实照片放在网上 人肉我男朋友 已经构成诽谤 与毙 女朋友眼神如刀 死死盯着白莫利 白莫利彻底破防了 大喊道 警察同志 他们在撒谎 刚才他们两人 把我往死里打 不幸 可以问问 刚才在场的这些人 他一边说 一边用手指着周围的人 昨天是这个渣男 见死不救 要不是他 我的队友也不会死 他就是杀人凶手 我赶紧三步 并坐两步冲上来 接下道 我压根没听见 其他同事也纷纷摇头摆手 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白莫利继续歇斯底里 大喊大叫 你怎么可能听不见 我们喊了那么多声 你还故意拿烤肉 往我们这个方向伸了伸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你就是故意的 而且 你还故意把音乐声音 调到最大 就是要假装听不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心思 白莫利面目扭曲 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像陷入 癫狂的状态 女朋友毫不畏惧地走上前 义正辞言道 哪条法律规定 没有法定义务的人 见死不救 就是违法犯罪了 警察对她的虎脚蛮缠 也渐渐没了耐心 皱着眉头道 我说大姐 有些话不能随便乱说 要负法律责任的 旁边有听见的同事 仗义直言 上来帮枪 一个喷嚏打出去 不怪自己体质差 反倒怪机里外的 别人过生日吹蜡烛 草船当年 借的就是你吧 就是 就是 这女的祖上 是干厨子的吗 这么会甩锅 这女的简直了 恶毒面积 严重超过了公摊面积 我也赶忙走上前 对警察说道 警察同志 我是急了 你要是被狗咬你也急 这时 老板双手端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快步走了过来 摄像头里清晰地呈现出的场面 正是白茉莉发疯指着我大骂 还威胁我跟我要钱的那一段 白茉莉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 整个人都疯了 她的本意 是通过在网络上 掀起这一波风浪 洗白自己 另外将责任焦点转嫁给我 却没想到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们故意欺负女性 这个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爱丁堡 白茉莉口不择言地嘶吼着 不等她说完 旁边的女警察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眼神中透露出威严 力声道 你别给其他女生乱扣帽子 自己造谣声势 关其他女生什么事 再胡说八道我 可要拘你了呀 女警察边说边拿着一张拘留通知 气势汹汹地朝白茉莉走去 白茉莉吓得脸色煞白 赶紧后退了好几步 终于乖乖闭嘴 白茉莉吃了扁 只得灰溜溜地转身离开 我的不解 女朋友都看在眼里 她对着我脚狭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神秘的光芒 我也是重生回来的 没想到吧 我听闻此言 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 与女朋友紧紧抱头痛哭 心中默默感谢老天 真的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我以为从此都是风平浪静 可我还是太天真了 一个月后 锦号我的队友 其实是被猥亵难害死的锦号词条 以排山倒海之势 再次登上热搜第一 副图是一张KTV里的动图 昏暗灯光下 我先是漫不经心 把头靠在一个女孩身上 接着双手自然地放在她胸上 事到如今 一切的一切 都诡异地跟前世如出一辙 并且 这次所谓的证据 比前世更铁正如山 难道兜兜转转 一切又要重新回到 那绝望的原点 有人举报你涉嫌猥亵 跟我们走一趟吧 警察的话 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 毫不留情地 再次将我狠狠推入无底深渊 跟着警察一同前来的 还有那一脸得意的白茉莉 原来又是她 你们都看见了吗 这个渣男 就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 这种道德沦丧的男的 有什么资格 还活在这世上 白茉莉双手插腰 那尖锐的嗓音中 满是恨意 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 我怒不可遏 当即大声反驳 照片是假的 我根本不认识照片里的女孩 白茉莉瞬间泪如雨下 哭得生死历劫 今天 我要当着全网的面 跟大家道歉 我之前欺骗了大家 其实那个队友 并不是突发疾病趋势 而是被这个人渣 无情的刺激 才丢了性命 当时他拿着食物引诱我们 那个队友 本就有低血糖和心脏病 实在是走投无路 只能屈从 可这个人渣得寸进尺 得逞后 居然丧心病狂地 拿走了所有食物 最终残忍地害死了队友 我为了保护队友的声誉 才迫不得已 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同事们站在一旁 各个面露金色 面面相去 开始怯怯思愈 之前不是说见死不救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猥亵了 这变得也太快了 你们看 今天的热搜又是第一 大家都在全力支持这女的 感觉事情不简单 之前还以为 李亮是被冤枉的 现在看来果然有猫腻 不然人家女的 为啥死死揪着她不放 我看还是这女的 在造谣声势 她要是真被猥亵了 怎么不早说出来 谁愿意拿这种事情 来开玩笑啊 她又不是那个 交了一个团的女朋友 还有人给她 生孩子的富二代 哪有那么大的背景 然而 当鉴定结果出来后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彻底傻眼了 图片并不是经过 后期处理的辟图 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图 可这怎么可能 我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 看着这份鉴定结果 一下瘫坐在地上 这是赤裸裸的诬陷 可我却白口莫辩 被警察带走前 女朋友赶到了 我看着她 仿佛看到了前世的场景 一时间经不住 打了个冷战 还没等我开口 女朋友急匆匆 跑到警察跟前 语气坚定 警察同志 我男朋友是被陷害的 白茉莉双手环抱 趾高气扬嘲讽到 被陷害的 有证据吗 空口无凭 可别乱咬人 女朋友恶狠狠盯着她道 你放心 邪不压正 终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老板也赶忙上来帮腔说情 警察同志 您看能不能先这样 我出保释金仙保释 我们最近有个很大的项目 一直是她负责的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 我负责的大项目 老板这么做 明显是在想方设法保我 警察最终同意了老板的请求 我得以备保释 不一会功夫 死去的女女友家属 气冲冲来单位大闹 还带来了一群 情绪激动的亲戚朋友 我女儿是被你这个人渣害死的 必须血债血还 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你们的狗屁公司 也别想开了 他们挥舞着拳头 情绪激进失控 警察费了好大的力气 劝说了好久 才好不容易把家属劝走 警察走后 老板拍了拍我肩膀 眼神中带着信任 被我说道 我知道这是跟你没关 这几天我给你放个假 做你想做的事吧 一路上 我仔细回忆着 之前确实有一天 跟大学同学约歌 那天是我们毕业五周年聚会 同学聚餐后 提议去唱歌 我本来不想去 后来不想扫兴 跟着去了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喝了一杯啤酒就醉了 醒来已经是第二天 我赶紧联系了当时的同学 他们说大家都喝醉了 不记得当时清醒 这么说来 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一时间感到全身的血冲到了天灵盖 难道我命该如此 不 我不信命 我第一时间来到KTV 调当时的监控 可KTV说当时监控坏了 什么也看不到 我隐隐约约中觉得 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紧紧拉扯着 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在KTV门口连蹲了好几天 始终没看见照片里那个女孩的身影 我跟KTV工作人员打听 他们也是闪烁其词 只表示女孩只是一个普通客户 除此之外 不知道任何具体信息 与前世不同的是 女友这次始终不离不弃地陪在我身边 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我 那些恶毒的媒体跟前世一样 把指责我的血书寄到了我老家 有一些极端的黑粉跟踪到了我家 在我家门口图写辱骂的话语 还往家里扔臭鸡蛋 怕悲剧重演 我把我妈接到了我的住处 我妈说自己闲着难受 找了一个清洁工的活 我妈的老年退休工作干得很起劲 只是每天早出晚归 神神秘秘 女朋友一直自责 说重活一次还是帮不了我 我抱着她 安慰道 傻丫头 你重活一世愿意相信我 陪在我身边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都渐渐康康地在我身边 我很知足 但猥褻的恶名 始终像一把利剑悬在我头顶上 让我寝食难安 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我只是被保释 从法律上讲 依然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白茉莉把老板帮我取保的照片 发到网上 引发众目 这老板一看就是一丘之河 包庇猥褻男 他自己没有老婆女儿吗 他不是女人生的吗 这家的产品我这辈子都不会买了 大家努力把他家搞破产 如前世一样 白茉莉因祸得福 靠着卖惨受害者的人设 很快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短短几天 社交账号粉丝数 从最初的三位数 长到现在的七位数 众多商家更是瞅准商机 纷纷找他带货 直播间里 白茉莉素面朝天 穿着拼兮兮同款T恤衫 卖货的同时 时不时来两具鸡汤 再顺便卖个惨 我上大学之前 从来没有走出过我们那个村 我二十岁之前 不知道麦当劳是什么东西 他生情并茂 眼中泛着泪花 我就是要让那些 看不起女生的男人知道 我们离开他们 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他握紧拳头 一脸坚定 引得屏幕前的观众纷纷叫好 这女孩真不容易 这样的好女孩 还被人欺负 这个世界果然是颠了 大家对他有多同情 对我就有多憎恨 白茉莉更是趁热打铁 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招聘信息里强调 只招聘女性 这样负责认真的女孩 真不可多得 我们女孩子 就是要互相帮助 要是其他女生 都像她一样团结 就没人敢欺负我们女生了 白茉莉一波骚操作之下 居然摇身一变 成了粉丝百万的网红 她说她要把最近 网上打赏的钱 全都捐出去 给那些大山里的女生 众人纷纷给她点赞 有主流媒体陆续采访她 让我们为这个勇敢的女生点赞 然而 在一片和谐的评论区内 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 白茉莉 你这么做是会反噬的 我劝你赶紧收手 楼上的什么意思 见不得别人好事吧 一看就跟猥亵男一个德行 我仔细看了下那个账号 较遥远的向日葵 竟觉得有些熟悉 前世我死后 灵魂漂浮在半空中 好像也是这个账号 最终帮我洗清冤屈 我找调查公司的朋友帮忙 当天就有了重大发现 这个账号的主人 居然是当天出事时 其中一个女女友 前世 她以不想隐私受影响为由 拒绝出来给我作证 我死后 这个女友觉得良心难安 站出来 表示我并没有猥亵他们 然而 那时我的灵魂已经彻底消散 我并不知道后面的结局 如今 我决定联系她 看看能否从她那里 得到一些对白茉莉不利的证据 看到女女友照片那一刻 我震惊的瞳孔放大 没错 她正是KTV里所谓的 被我猥亵的女孩 然而 还没等我有所行动 白茉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她开始在直播中 更加疯狂地诋毁我 甚至编造出更多莫须有的罪名 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了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我相信邪不压正 我一定会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她红着眼睛 可怜兮兮兮的 她的一句话 立刻引发对我新一轮的网报 我们都支持你 就算消失 也应该是猥亵男消失 猥亵男去死吧 这样的男人 我见一次打一次 听说她还有女朋友 这样的渣男还不敢紧分 留着过年吗 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 女朋友也不是好鸟 所有的指责跟谩骂 跟上仪是一般无二 只不过 这次女朋友始终陪在我身边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 女朋友突然递给我一个文件夹 里面 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照片 和聊天记录 原来 这段时间 她背着我 一直在收集证据 不一会 她神秘兮兮地说 让我看断现场直播 视频里 门刚一打开 一群女人怒气冲冲冲了进去 直接把白茉莉摁倒 一个身形丰满的中年妇女 猛地骑在白茉莉身上 左右开弓狂山耳光 你个臭不要脸的 我让你勾搭我老公 其他女人也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摁腿的摁腿 砸东西的砸东西 吐口水的吐口水 她们各显神通 又是蒙 又是挠 又是抓 又是啃 不一会儿功夫 白茉莉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像个千疮百孔的筛子 她像疯了一样怒吼道 我要报警 你们打人了 领头的大姐 紧紧掐着白茉莉的脖子 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道 我们打的是人吗 我们打的是狐狸精 别说打了 我们今天还要为民除害 好好收拾你这只糟狐狸 白茉莉吓得面如土色 抱着头蹲在地上 不停地苦苦求饶 原来 女朋友意外发现 白茉莉给许多有钱的男人 充当小三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与操作 于是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我和女友相视而笑 白茉莉敢报警吗 当然不敢 如果让广大网友知道 一直强调 自己是独立女性的她 实际上是周旋于 众多男人之间的小三 那后果会怎样 虽然有点残忍 但依然很期待呢 不得不说 白茉莉的心理承受能力 确实强大 几天后 她照常出现在了直播间 直播间里 虽然她的脸上 涂了厚厚的粉底 但依旧遮不住满脸的抓痕 白茉莉哭得离花待遇 成了个类人 说着一些模棱两可 让人浮想联翩的话 家人们 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了 不论怎样 我很感谢你们 在我最低谷时 给予我关心和爱护 现在我要履行我的承诺 她话还没说完 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 白茉莉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是那个猥亵男吗 告诉我们 我们给你撑腰 莉莉 别怕 我们是法治社会 不管她是什么牛鬼蛇神 都得把她送进监狱 白茉莉默不作声 任凭大家肆意猜测 当她在直播间 举起一个捐款的大牌子时 我把她被群殴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视频一经发出 网上顿时一片哗然 莉莉 打你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太恶毒了 莉莉 把你打成这样了 怎么不报警啊 你不报警 我们报警 真是太猖狂了 光天化日之下 把人打成这样 还有没有王法 莉莉 你真的是小三吗 那打你打得真不亏 看着大家的怒火熊熊燃烧 我轻轻抿了口茶 看着故事 逐渐走向高潮 走向失控 白茉莉还是那副楚 可怜的死出样 只是哭 一句话不说 我接着又上传了第二段视频 视频中 去世队友一直痛苦捂着胸口说 自己心脏不舒服 白茉莉丝毫不顾及 故意恶语刺激她 并跟她发生激烈争吵 这一下 大家彻底傻眼了 白茉莉 刚刚发的视频 是真的吗 你队友突发死亡 真的是你刺激的吗 这种带队出行 都是要填健康情况的 你不可能不知道 她有心脏病吧 知道有心脏病 还跟她大吵 这不妥妥杀人犯吗 白茉莉脸色煞白 眼神中透露出惊慌 盯着屏幕支支吾吾 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这件事的走向 显然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 稍微停顿了一会儿 白茉莉又开始理直气壮起来 是有人陷害我 这个世道女生争取权利 怎么就那么难 你们哪只眼睛 看到我害她了 说着 她的眼泪又开始 啪哒啪哒往下掉 立马就有人站出来 替她洗白 其实即便知道她有心脏病 也不能说白茉莉 白茉莉就是故意要害她 队友不服从纪律 难道还不能说两句了 就是 这么说 谁还敢招聘 有心脏病的员工啊 别说招聘了 根本没人敢跟他们一起玩 不过这样不成了 歧视心脏病人了吗 评论区评论的人越来越多 支持白茉莉的战白派 也渐渐多了起来 白茉莉又恢复了以往的神器 以为自己又可以将局面 掌控在手中 然而 她失算了 我接着又上传了第三段视频 原来 白茉莉跟去世的 那个队友争吵后 后面又在其他地方 发生了二次争吵 视频里只能看到 白茉莉跟去世的队友 白茉莉故意刺激 那个去世的队友 你踏马地再跟我唱反调 你信不信我让你彻底走出去 反正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俩 我弄死你 也没人知道 说着 她一把抢走了队友的包 去世队友供着身体 苦苦哀求 那里面有我的药 赶紧给我药 没有药 我会死的 白茉莉一脸得意 眼睁睁看着那个队友倒下 并专门把药掏了出来 毫不犹豫地扔下了悬崖 这一幕 恰巧被另一个队友江兵看到了 是的 这才是完整的视频 评论区这次彻底炸了 白茉莉 难道那个队友的要 真的是被你扔了 哇去 也太炸裂了吧 杀人犯扭头成了爱心人士 这个世界也太颠了吧 事到如今 还死鸭子嘴硬 没脸没皮 总有手机吧 自己看一看 白茉莉哆哆嗦嗦打开手机 她万万没想到 现场居然被完完整整露了下来 更多的质疑声音 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家人们 你们发现没 视频里根本看不到 那个所谓的猥亵男猥亵啊 不会是白茉莉诬陷人家吧 我擦 那也太恐怖了 以后遇到这种女的 真得全速闭眼绕道走啊 看她一眼 都可能说你猥亵 别洗白了 猥亵男就是猥亵男 就算这次没有猥亵 KTV里猥亵女孩 总是真的吧 此刻 白茉莉吓得失魂落魄 手一滑 不小心打碎了桌子上的玻璃杯 其他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不知所措 镜头扫过的一瞬 我看到了我妈 我妈穿着清洁工的衣服 正在清理白茉莉 刚才打碎的玻璃杯 可这两段视频 到底是谁录的 第一段来自姜斌 她说 这是她当时偷偷 用智能手表拍下来的 只是没拍完 手机便没电了 第二段 则来自白茉莉 当发现姜斌就是 KTV女孩时 女朋友背着我 偷偷联系了姜斌 女朋友告诉自己 是重生来的 姜斌命吓坏了 当场就把视频给了女朋友 并且告诉女友 我并没有猥亵她 这一切都是白茉莉搞的鬼 为了避免姜斌反悔 女朋友当场录音留证 只不过第一段录的这段视频 只截至白茉莉 跟她队友发生争吵 并没有录到后面说的 二次争吵 还有夺药的场景 视频里 白茉莉跟去世队友 曾发生争吵 即便如此 也不能把她捶死 确实队友本身有心脏病 对白茉莉而言 更多的是民事责任 还有道德谴责 那怎么能行 这也是 我拿到第二段视频后 没有第一时间公开的原因 可如果明知有心脏病 故意拿走药呢 那就是妥妥的 故意杀人罪 老天有眼 我又意外拿到了第三段视频 白茉莉嘴硬 一口咬定 视频是假的 有人诬陷她 她话还没说完 一道人影冲了进来 是去世队友的哥哥 白茉莉之前为了立人设 把去世队友的哥哥 安排在了公司 队友哥哥 刚刚结束一场剪刀的直播 怒发冲关的她 此刻正手持着 刚刚用来带货的剪刀 直直地朝白茉莉刺去 白茉莉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 我今天就把你送走 给我妹妹陪葬 锋利的刀子 静止落入白茉莉的腹部 瞬间 红色的血液 如泉涌一般 鼓鼓直流 白茉莉双手紧紧捂着肚子 脸色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 表情因极度的痛苦和恐惧 而变得争獰扭曲 白茉莉的公司一直在帮人洗钱 那些所谓的富二代 只是把她的公司 当作掩人耳目的白手套而已 一个月后 白茉莉被正式告上了法庭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法庭上 白茉莉双手抱胸 眼神冷漠 心理素质极好 一口咬定所有的事 跟自己毫无瓜葛 检察官目光如炬 猛地一拍桌子 字字吭腔 证人已经做过证了 证据确凿 事实胜于雄辩 你的狡辩毫无意义 白茉莉嘴角挂着一抹不屑的冷笑 双手一摊 仰起下巴道 我清清白白 从未做过那些事 证人 简直是无稽之谈 检察官神色冷峻 双手撑在桌上 身体前倾 质地有声 你确定 江兵跟其他队友 纷纷从证人洗走出 江兵紧握拳头 愤怒地说道 KTV事件 也是白茉莉胁迫我做的 李亮根本没有猥亵我 他认识很多富二代 我根本得对不起 他说我要是不听话 就让我彻底消失 另一个队友身体微微颤抖 声音带着哭腔 白茉莉一直威胁恐吓我们 他手中还有我们的裸照 他说 如果我们说出去当天的事 就找我们全家的麻烦 还要把裸照发到网上 他还说 那个男人的下场 你们也见到了 如果你们报警 结果比他还惨十倍 我们真的害怕 这一刻 白茉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他怒目原争 冲着听众席上的我 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我有错吗 我只是想当一个好的女领队 你当时如果伸出手救我一把 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然而 不等他说完 听众席上的 我妈霍的一下站了起来 双手将证据高高举起 铿锵有力地说道 法官 我这还有份证据 请您过目 那是一个视频 视频里 白茉莉面目争鸣 双手插腰 疯狂地恐吓其他队友 你们听好了 不管谁问 真相只有一个 桃子是被猥蜉男猥蜉后气死的 那天的事 谁都不许再提 如果说出去 你们都得死 除此之外 我妈还提交了许多其他证据 原来 白茉莉自以为销毁的很多材料 都没有粉碎 我妈利用给她公司当清洁工的机会 将证据全都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 这些证据 其中就包括 我上传的第三个视频 据说这份证据 是白茉莉从一个路过的神秘人那里 高价买回来风口的 偷税漏税 非法经营 敲诈勒索 故意杀人 洗钱醉 一桩桩 一件件 每一件都触目惊心 每一件都罪证确凿 哪件拿出来 都够她喝一壶 现场一片哗然 人群瞬间沸腾了 大家交头接耳 愤怒地指责声 此起彼伏 判决出来 白茉莉因故意杀人 偷税漏税 敲诈勒索 洗钱等多项罪名 恕罪并罚 判处死刑 停毕 白茉莉走到我跟前时 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咬牙切齿道 李亮 下辈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一声冷笑 目光坚定地低声道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这句话 应该是上辈子的我说才对 她愣住了 刚开口想说些什么 就被狱警匆匆催走了 回到家 老妈一脸平静 轻描淡写白白手道 对了 我工作丢了 以后再换个 我与女友相识一笑 妈 我们都知道了 谢谢你 对了 我们也是重生过来的 一时间 我们三个相拥而起 半年后 我跟女友顺利完婚 我因表现突出 老板给我晋升为公司副总 几年后 我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老妈跟我们一起生活 一家人其乐融融 女儿乖巧懂事 可在班里受到欺负 却不敢吭声 我知道后 给她报了跆拳道版 我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孩子 人生如逆旅 你会遇到许多挑战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好人 也有很多的坏人 你首先要做的 是一个能保护好自己的人 遇到不公 就要勇敢反抗 因为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多年后 女儿在学校的跆拳道比赛中 获得了冠军 她骄傲地站在领奖台上 眼神中充满自信和勇敢 看着女儿的成长 我心中满是欣慰 想起曾经的种种遭遇 我更加明白 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和勇敢面对生活的态度 是多么重要 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在业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我和老婆 始终相濡以沫 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 有天 我们一家人出去爬山 恰逢暴雨 一位迷路的老者向我们求救 我和老婆对视一眼 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女儿在一旁看着 笑着说 爸爸妈妈 你们真棒 并不是所有的被救者都是蛇 我相信 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 不是吗